HQ 欸 打到了 怎麼好掉 打到了 醬餅…餅乾 然後還有一種三頭的… 三頭... 欸 這是這個嗎? 欸不是 欸就這個 欸不是 喔沒有,那只是三顆櫻桃炸彈 我們要找一個櫻桃炸彈的變異體 有三顆櫻桃合在一起 這邊看起來呢 是時候要蓋出 大平台了吧 來,糖果泥土 糖果泥土 聽起來這算好吃嗎 糖果泥土 應該算起來至少是甜的吧 雖然可以,雖然是吃土 但應該是甜的吧 先試一下 有射嗎 欸,有有有有有 可是 量好少,跟我們之前的比起來 射成好高 唉唷,好像快射到我了耶 欸射到了,哇 射三發就射到了 欸,突然冒,一直冒出來 怎麼突然一直冒出來 好 然後他們就自己轟炸了 覺得好像也不用理他們 他們自己就炸一炸就死了 啊,他掉下去了 唉唷 欸,出現了出現了 那個櫻桃就是他 有沒有三顆櫻桃合在一起的就是他 我們要刷的就是他 長這樣,欸 欸,別掉下去了 別別別別別別別,他掉下去了 我去追他,我去追他 不要消失,不要消失,欸在這裡 就是你啦 有掉嗎,欸有有有有有,有掉了 哇嗚 欸,收集到了啦 想說真要放棄的時候 收集到了 酸糖果 終於,欸我被打了 終於出現了 好,OK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BOSS的招呼來合成了 九種糖果呢 把它放上去 隨便放可以合出這個 召喚BOSS的材料 好,零食袋 我們之前有記錄BOSS的位置在哪邊 在,這邊 BOSS的召喚台,這麼小一個 BOSS站喔 好,那那個平台好小喔 那個台子好小喔 好,來吧,我們來看看 糖果世界的BOSS長什麼樣子 應該是,棒棒糖嗎 還是一個 不知道,召喚糖果王 來了,喔這什麼東西 糖果巨人 喔他也會飛耶 糖果巨人,他很比較像飛碟吧 欸他下面那個飛的是 棒棒糖耶,還會變顏色耶,變口味了 好,我不能離他太遠 我怕他會消失 好,糖果幽浮 可是他也會一直飛 越飛越遠,我們用戳的 戳他戳他戳他 怎麼,欸不會受傷 怎麼不太會受傷 欸欸 好多針一直吃在他身上,不會受傷喔 好,我只能追上去砍他了 欸,砍不了嗎 欸,砍不了 血量只有3000,但是 沒辦法打 啊,欸 他是特殊的嗎 特殊怪,沒辦法刷耶 刷不到 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 我來看一下必殺技 能不能斬得到他 必殺技 有效嗎 無效,有打到的傷害 但是沒有扣血 登登登登登 腳上的顏色 代表法杖的屬性 蛤 所以他需要特定的屬性 才能有辦法打到他喔 這麼難 這樣也太難了吧 蛤 這樣的話 還是有某一種屬性 我拔刀劍可以斬得到 喔,我要死了欸 喔,被打爆了 我被打爆了 一定要法術喔 天哪 一定要法術的話 打爆了 哇 那就 只能先 繼續來準備一下 欸 我覺得我盔甲好弱喔 我應該是不是先換個鎧甲再說啊 我覺得我們是要先強化鎧甲 我們現在穿這個虛無世界的鎧甲 對上這個高等級的怪 太痛了 要不是我現在有80滴 不然我 我只有20滴的話應該 中一發就死了耶 好 所以我們先 想辦法去升級 我們的裝備好了 嗯 對,我覺得可能要去刷個 終界龍欸 終界龍 終界水晶 那 我們需要刷點地獄之心 好 這樣我要去刷地獄之心了 我要刷凋零了 OK 大眼睛 唉唷我被炸死了 等一下他 欸我不是站很遠了嗎 欸等一下這裡這裡這裡 我明明站很遠啦 我怎麼這樣也中槍 我明明站那麼遠了 怎麼爆炸還這麼痛啊 欸啊站得不夠遠喔 欸我們這鎧甲到底有沒有防禦力啊 到底有沒有防禦 怎麼 這麼容易死 太容易被炸死了吧 這樣應該夠了 好 25個水晶 可以了啦 這樣要刷出龍魂 刷出那個龍靈 應該夠了 這個 我們刷的是龍靈 好 我們去終界一趟 好現在召喚龍 喔不是這個龍召喚出來也要 一段時間耶 要等他動畫 欸過了肚子喔 不會啊不會 長不回來了 壞掉了肚子就壞掉 終界龍 在哪裡 我展 我看一下 我們用刺的可不可以刺到他 欸 喔他好驚訝他好驚訝 他好驚訝 他好驚恐喔 他 什麼刺一下就死了 欸不是啊 我 他的死亡好驚恐 大爆炸 欸 我才用這個刺他一下 就死掉了 再來召喚一隻 我等他飛中間一點再揍他好了 欸放歪了 啊放歪了怎麼辦 欸喔還是可以還是可以 這個龍蛋 沒啥用啊 龍蛋應該不會被炸掉吧 好 有水晶的狀態下 他是不是不太會 跑 啊 那個啊 就是我們來終界一開始的那個地方 那個腳踏墊的地方 他會重生 好 欸 又是一個驚恐的龍 這隻還是很驚恐 唉唷 好 有水晶的狀態下 他是不太會 跑到中間來啊 把我們進去追他好了 我戳 欸死了 好 所以鱗片 有有有有 有掉 欸有有有有掉有掉 在地下 欸 那我們剛剛那隻龍 欸有耶 還是我們剛剛那隻龍可能死在外面吧 好 會掉在地上 好 有這個 奇怪的東東 龍靈 欸 有兩種龍靈欸 等一下他龍靈有兩種 絲絲有三種 他龍靈有兩種 呃 那啊 這個是種田 啊我們應該要這個吧 我們應該要的是這個 這個這個 柱子喔 柱子有恢復嗎 柱子柱子 欸柱子也會恢復喔 我已經 不知道我們原本的柱子是哪一個呢 欸不過好像 好像有耶 喔好Lag 好像有恢復欸 就是我已經沒有看到斷掉的柱子了 對不對 好像好像真的會恢復欸 所以真的是無限 無限黑曜石 喔哇 欸 欸 那個門越來越多了 外界門越來越多 欸 啊龍怎麼自己死了 欸不是啊我 欸我什麼都沒做欸 龍龍自己死了 欸不是啊 欸 欸 我還在看風景欸 欸你為什麼會死 蛤 蛤 蛤我 蛤 這 欸 尖刺嗎 我尖刺才1啊 我尖刺才1集欸 蛤 蛤 蛤 壞 這 不是我什麼事都沒做欸 蛤 問號 問號 喔 太誇張了 尖刺1而已欸 這樣有這麼痛嗎 這個中間我們血量到底是多少啊 他有這麼脆弱嗎 怎麼那麼慘 好可憐 好可憐喔 完全問號欸 好 我們龍靈套裝應該夠了 我們再把這個龍解決掉吧 難道反彈也會根據我的力量 來做一個 變化嗎 我們給他撞一下好了 來撞我吧 來 拿雞蛋撞石頭 看會不會是這樣的狀況 梅子都是驚恐臉喔 你要撞我嗎 來撞我 來撞我 來撞撞撞撞 欸 喔 真的是雞蛋撞石頭啊 自己撞死了 怎麼那麼好笑 然後再配上他的驚恐臉 再配上他的驚恐眼睛 好笑程度加 加100 超好笑的 怎麼這麼憨啊 真的好可憐欸 好可憐喔 好 我們先把裝備更新一下 好 龍靈胸甲 這一套也是很凶狠的一個裝備啊 好防禦率超高的欸 OK這樣 好 再穿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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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們應該是可以 把它刷掉吧 重刷 刷個套裝 至少來個紫色套裝吧 這樣 欸有了 紫妝 OK能力加2加2加2 可是它加的是敏捷跟智慧 好啦沒關係可以穿 好 好啦我們這邊先暫時刷濾裝 就好了 因為白裝的話它這個盔甲完全是0 完全沒有加 所以我們還是至少有濾裝 至少有加 欸喔藍裝 藍裝 可是藍裝只有加一個敏捷 欸加一個靈巧 加不多沒關係 好 然後 將全套下去 我們它有內建力 欸力量 喔 內建力量2欸 然後抗性2 跟抗火2 還有飛行效果 所以有這個飛行效果 我應該也不用帶戒指了 戒指可以收了 好 所以我自己會飛 OK 那就 就 這樣 好啦 所以呢 我現在應該可能 換一個世界去好了 糖果 啊 我們現在 糖果的話 糖果的話 我之後去收集一些法杖再來打 那我們先去別的世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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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